那系列美食专题舌尖上的台北 今天请到了有史以来最帅的美食家 少女们的梦中情人郑元昌 别看平时的角色都是高冷型的高富帅 只要谈到美食啊 郑元昌可是一秒钟变身画老美食家 说的那是头头是道的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光临到Destino 来跟我来吧 请进 今天小编想要介绍的店可不一般 这家店的股东都是俊男靓女 不仅有王子植树郑元昌 还有国民初恋陈彦夕 而今天要给我们推荐招牌美食的 就是郑老板郑元昌了 偶像剧般的阵容 这店铺的装潢当然也是有浓浓的台剧风 定时更换的鲜花 创意珊瑚摆设 耐茶色为主的色彩 但谁知道郑元昌极力推荐的场景 竟然是餐厅的洗手间 这里呢是Destino的厕所 为什么特别叫厕所呢 看一看哦 这个墙面上全部都用香水来做装饰品 没有错 这是小众的特别心思 像男生的话 它就是会有一个属于男生的 后台的一个墙面 然后女生的话 就是女生的一个香水的墙面 这爱自拍的粉丝 这里你们忍得住吗 店里另一个著名的场景 如果没有我们的独家爆料 你们肯定也是找不到的 著名景点 就是我的粉丝们呢 他们来到这里 一定都会来特别来参观一下 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你们大家一定很好奇他们在哪里 在墙面接近地板的地方 有一个证员唱的签名 而为什么签在这么高难度的地方 因为这是郑老板酒后失态留下的证据 2012年的6月19号 当天我30岁的生日呢 我很就是 那天晚上呢 我就坐在这个桌上呢 然后跟我的好朋友们 喝喝小酒 庆祝我的30岁生日 除此那时候我一直太开心 非常的兴奋 就站起来呢 往后退了一下 我的鞋跟呢 就敲到了真面墙壁 它就被敲了一个洞 来餐厅自然要进入主题 美食 不知道在炎热的夏天 大家胃口都不好的时候 郑元唱会推荐什么样的料理呢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菜色呢 等到你下次要来到这里呢 不一定会有 所以要把握几位一看就要趕快来的 都说时令菜单对身体最好 再看郑老板这神秘的推荐 今天大家有口福了 今天我要第一个介绍的呢 这个叫 印第安炸面包座 缅甸辣椒茶叶酱 你在外面吃 这道的味道 这个绿绿的 它就是来自缅甸的一个茶叶酱 它是用茶叶去腌制 跟辣椒去腌制的 然后它的味道呢 它的辣度其实是 在台湾的 爱吃辣的有名的口味当中 其实是非常特别的 生蚝顿饭 生蚝青蒜顿饭 在这里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是我的喜欢 主要是因为 生蚝是非常养神的一个食物 尤其对男性朋友 龙水猴啦 其实在桌上的几道料理中 还有一道粉红色的料理 引起了我们女记者的注意 这就是Destino最受女性食客 欢迎的草莓炖饭啦 希望就是男性消费者呢 可以忘记他的草莓炖饭 跟他的长相 可以来试试看这种酸酸甜甜 然后带一种 沙拉米特有的一个鲜甜味 这种口感 这咸的跟有点酸甜的去腌味 你讲酸甜 等一下人家不敢吃 对我来说它是酸甜 不是 但是男性是不是越来越多 不特喜欢这一道 没有耶 有几时自然就少不了饮料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来一杯热带风味的冰沙 那自然也是极好的 假日的人气 是品品的 叫黄色安 所以呢 现在我先加了一片 凍铃 还有半根香蕉 这个香蕉是冰冻的 香菇果粒呢 要加一大 然后我自己 私人的小朋友呢 就是我会嫁一点点 每一间的冰块 可能是 更有 调破那个 一般的消费者 比较喜欢 是品品的 最后再加入冰块 再放进搅拌机里 打上一分钟 清爽的夏日饮品 就搞定了 当然 对于完美主义的 郑元唱来说 卖相也是很重要的 这就是我们的 黄色安东米 非常适合大家 在夏天的时候 一定要喝 新闻再现 台北独家采访 我 我 也讨论了